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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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152公尺抛下之后 终端加速可以强到什么程度 你看这个是低阶段 然后接下来它抛射之后 整个外壳会炸开来 然后里面的所有的织母蛋 还要经过加速再往下炸 宝杰 它的终端加速快到什么程度 终端加速快到 当它打到装甲车上面的时候 它的穿透力3到8公分的钢板 都可以穿透 8公分的钢板它可以穿得了 宝杰 其他更别讲 因为除了对抗装甲车之外 它还可以拿来炸机场 如果你是土壤的话 它可以70到80公分 宝杰 70到80公分 将近一公尺整个被挖穿 如果是延时的话 是10公分到20公分之间 那你也不能当跑道了 抱歉 所以在这样状况之下 它是一个多功能弹药 它可以彻底殲灭 4800平方公尺里面的装甲车 或者是把一个跑道炸得体无完肤 难以修复 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数字 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项目 把它吓坏就是 原来不对我们的八寸流 它是一个磁木蛋 我们连空中所发射的MK20 也是磁木蛋 抱歉 今天有一个绝大的传说 终于被揭秘了 当年八寸流打到厦门 大登岛 隆田 南路附近的时候 就是这个样子 因为所有的史料都说 我们只有发三发 但问题是你看这个弹早点 这完全像这被散弹枪打到一样 这么多弹早点 而且这么密密毛毛 所以换句话说 当初的三发大概是 这边一圈 这边一圈 三发子母蛋 完全击中这整个目标 所以YouTube拍下来的照片 才会是这个样子 让它整个厦门车站毁于一旦 抱歉 当年中共还说 我们拿到的是原子炮弹 还拿来控诉全世界 现在我们终于知道了 原来只要有三发八寸流的子母蛋 就可以像是散弹枪一样 毁掉整个厦门火车站 因为看到当时很多人死亡的状况 它竟然不是被炸死的 空气完全被抽干窒息而死 所以才怀疑说台湾当时用了核子武器 但我们要讲说既然威力这么大 美军为什么能够到处送人 把这么大量数千吨的弹药跟炸弹送给台湾 原来是因为美军随时随地 都有大量的武器封存备战 随时备战 抱歉 你光看这个 20年前德国格尔斯海姆 他美军仓库封存的坦克 M60一眼看不完 这所有的坦克有必要化 都可以重新开始起风 所以你说美军在各个地方 在德国 在欧盟 在台湾 在日本 在韩国都存放了一大堆武器 而且更重要是他还分成两个部分 如果今天是可以民用的车辆 譬如说汉马车等等的 超过时效之后 他就翻修之后卖给民间 把钱赚回来 但如果是军用武器 要么如果像这些装甲车 第一个 要么就是这样封存 他完全把外部隔绝起来 要么就是把部分的部件拆掉之后 整个报废留给未来做零件 像譬如说台湾以前很惨 M60跟M48没有零件对不对 就靠这个东西 这些封存的废品 把他的部件提供给台湾 才能维修 所以我们看到美国的 战斗能量原来这么大 他在全世界封存了这么多的武器 他如果要战争的时候 我随时可以调用 好 说一下 我刚才讲到了 台湾要把5300公斤的这个弹药 送到了罗马尼亚去销毁 如果讲说那些极速弹都已经救了 那台湾现在没有这个极速弹 我们怎么办呢 没有关系 其实我们都已经从那个极速弹里面 学到了所有的技术 我们都会做了 而且还比他更厉害 所以你说我现在松区销毁的是美军做的 在台湾现在已经会自己做极速弹了 自己会做极速弹 而且还加了巡翼飞弹的人力 形成的是一个烈火雄鹰 它叫做雄鹰计划 从上海一直到广州 这边大概中共威胁我们的36个机场 通通是我们可以攻击的范围 真的假的 这个叫做万箭弹 雄鹰计划万箭弹 万箭弹就是极速弹 就是极速弹 保险他呢 一方面是当初呢 我们有这个演MK20的时候呢 你会看到说 汉翔呢 帮我们IDF呢 做了一个改装 他们释出一个画面 是 那个IDF呢 开始去释放空中 你看这个呢 就释放四枚的MK20 先学习说我们的IDF 也有这个空中释放 这个MK20的一个能力 现在投射的这个飞机是我们的IDF 现在投射的武器是MK20 对的 我们这时候呢 汉翔呢在十几年前呢 就已经开始做这样一个试验了 然后就开始说 我们可以掌控这样一个技术了 可是光讲这个技术 我们总是不能说 在进海的时候才打嘛 对不对 所以后面呢 又去跟那个整个法国和英国的 暴风之眼 空对地的巡运飞弹 不晓得怎么样 学到了技术 所以我们可以飞出去 250公里到300公里之内 它是用一个巡运飞弹的模式 是空中投出来之后呢 它已经不是说 只是在上空投下来的极速弹 它打出去之后 可以贴地贴海 顺着地形片化 变成是一个巡运飞弹型的极速弹 所以叫做万箭弹 你看丢出去之后呢 它下去之后呢 它会张出两个翅膀 然后两个翅膀之后呢 它会在海面上开始巡运巡标 然后巡运巡标之后 到了那个我的目的之后 再直接的打了下去 然后我们这个万箭弹呢 就是结合这个空对地的巡运飞弹 加上这个极速弹之后 万箭弹呢 它出去之后呢 它可以丢出去120枚弹头 所以你看它打到一个 中共的机场的时候呢 平台的机场 是一下来之后是 120个弹头 全部这样炸像这样 可是我一枚飞弹底下 都会带着120个弹头下 对 120个弹头 直接这样炸下 而且保险它还加了一个能力 每个弹头呢 不是一下子就一片的祸害 是 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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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持续的这样炸 所以它一试呢 是有120枚的弹头都过去了 然后呢 时间是可以控制的 而且最重要是说 它呢在飞起来之后呢 保险它呢是在台海中线 120公里就可以直接打那个 距离我们最近的六个机场 再过来呢 如果它飞更高一点 那个巡运飞弹呢 它就可以飞更高 所以有美国人去推估的话 如果再更高的话 400弹 600公里 中共针对我们的九个机场 雷达弹还有那些飞弹 它照样可以打得到 如果它再飞更高 我们的IDF飞到更高 一万公尺左右的时候 打出来刚刚那个 所谓的巡运飞弹的话 上海到广州 你威胁我的其他机场 11座机场 我照样可以把你可以打下来 它呢还叫做一个 雄鹰计划里面还叫做联合作战 联合作战 它不只是只是带这个极速弹 还有一个叫建翔无人机 什么叫建翔无人机 建翔无人机是什么 是外形呢 看起来很像以色列的一个 反辐射无人机 它先在那边巡迹 它可以自空 所以你的雷达只要一起动的时候 主动式雷达一起动 它就抓到你的飞弹有了 你的东风飞弹的雷达启动了 我就直接的指引过去 先瘫坏你的雷达 然后我们的极速弹 再过去把你全部给摧毁掉 所以它是一个空中的联合 我们可以跨海直接去打击它来 所以就算我的雷达 有些要隐藏起来 我的雷达一开始没有启动 我要趁你的第一波之后 我的第二波反击 但我们有一个无人机 竟然可以侦测它 而且保洁它其实不只是 打那些雷达基地 飞机机场跑道 或是飞弹基地之外 最重要是它可以打坦克 居高 零高 下 其实极速弹最初做出来的时候 A10 A10就是装了这个极速弹 所以如果平坦岛 它的大军 十万大军集结 离我们最近 然后它很多的904的坦克 主力坦克通通在集结的时候 它也有点点类似A10的攻击 可以空对地 直接把你的90坦克 打得跟这个死亡公路的坦克 是一模一样的 而我们不只是这样子 刚才讲还有燃烧弹对不对 我们十年前也已经做了燃烧弹了 也就是虽然全世界 禁用了所谓的极速弹 但没有想到 美军给台湾这个MK20 而台湾竟然也从中学到了 这样的一个技巧 是 我们过去的时候 也想做火箭 从攻凤1火箭 因此到攻凤6 但是光线用火箭不够的 所以我们后面把它集结了 叫做雷霆2000 雷霆2000 雷霆2000 它雷霆2000射出去之后 它一分钟可以打80一发的火箭 就是雷霆2000 直接就只要打出去 而它射程是15到20公里 而我们海关演习的时候 它还做了一个保卫我们台海 反登陆战的一个最大的设施 在地面上 同时你看这么多人都打出去对不对 10到15公里之内 有射权出来 空中 雷霆2000就飞出来了 它是地狱火加上雷霆2000 所以形成一个交叉火网 在你摊头上 你根本还没办法跨进摊头的时候 你的眼流气垫出来 你的两栖登陆体 通通就会被我们给歼灭 全炸毁掉 全炸毁掉 那这里面雷霆2000它有两种弹头 一种弹头 保洁它打出去之后 还会分成6000块的碎片 所以它就有点急速弹的一个功能 6000块的碎片 你在海面上 你不要以为说 我只是眼流气垫才被打了 对不对 我跳下水里面 你还会逃不掉 那每一枚火箭上面 就有6000个碎片 照样把你给杀伤 甚至于它还有一种 就叫做青云油气弹 什么叫青云油气弹 青云油气弹是十年前 台湾就已经开始做实验了 保洁它有点像那个 美国的那个云爆弹 它快速的燃烧 然后把所有氧气都可以同时抢光 所以你周围的那个方圆 几公里之内的所有生物 你因为氧气都被全光了 你会自袭而死 你把人气烧光 氧气烧光 对 那叫青云油气弹 而且我们在九鹏湾基地 试验过几次 先是那个500公尺 然后800公尺 最后到1公里 里面放了一些小鸡 小鸭 小羊 打下去之后 就发现方圆4公里里面 所有的生物无一幸存 也就是在公斤大轰大所使用的 那种的汽油燃烧袋 我们把它改良 变成我们的青云袋 好 老学 在全世界当然最关心的就是 川普到底什么时候有行动 他现在要把F-35 把B1B 把F-15 做了一个联合作战轰炸的计划 但这样的一个动作 真的能够吓到金小胖吗 宝洁 能不能够吓到金正恩 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样子的联合作战 表示战争迫在眉睫 也就是第一个 今天他派出来F-35B 这个是可以短长起降 从航空母舰上起降 属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F-35 也就是他可以直接从卡尔文声号上起飞 第二个 B1B是从关岛安德森空军机器飞来 而双方角一会合 表示他要进行同时间大规模 跟精密打击的作战 F-35B负责精密打击低空轰炸 B1B负责超音速高空攻击 在这种绵密的组合之下 韩国就南韩也参加 他是F-15K 抱歉 F-15K针对38路线做密集地毯式的轰炸 等于要去除北韩所有的火炮 接下来F-35B会再进入后方的核设施 进行斩首式的攻击 而B1B就要用更大量的炸弹 把整个核设施后方的所有军事指挥中心 通通都移平 所以你是说 他这F-35B先冲进去 把你的耳目眼睛全部打掉 打掉了以后 F-15进去了以后 就所有的部队 也就是你的所有火炮设施 把你给摧毁 最后我就让B1B长区植入 做一个非常大规模的无差别轰炸 保洁 所以他的取名叫联合空中阻断行动 他是用一波一波的轰炸 把所有北韩的防御跟反击能力 通通的剥除 而且正式作战的时候 可能会比这个规模大上5倍到10倍 完全用地毯式的方式 执行我们刚刚讲的 一波又一波绵密不断的攻击 也就是我可能不知道 你金正恩躲在哪个山洞里面 我也不知道你的核设施 躲在哪一个山洞里面 但是我只要怀疑的话 我就是为原打点 不断的进行面的轰炸跟攻击 所以宝洁 除了这样子的攻击火力之外 最近南韩又重新启动了 他425计划 425计划就是把他们的气象卫星 由军转名 游民转军 也就是各国都有气象卫星 大部分气象卫星 都可以在军事需要上 做观察跟密集征照的功能 所以所谓的425计划 就是要让韩国拥有5颗侦察卫星 4颗合成孔径雷达 1颗光学侦察卫星 这可以穿透云层 把北韩所有的军事调度 跟所有的火力移动 24小时的纳入监控 所以你说现在南韩 已经在全面监控北韩了 对 但是因此北韩产生的 你有张良纪 我有过调期的策略 就是大量的兴建地道 保洁 1974年发现了第一个 北韩挖往南韩的地道 深入飞军日趋 也就是38路线长达1公里 而你现在看到我们这个画面 就是所有现在金正恩 不会受到刚才攻击 严重威胁的原因之一 它的地道绵延超过100公里以上 所以连到底这个地道 真正的指挥中心在哪 通往哪里 要如何运作 目前韩美联军都不够确定 好 那瑞德 我们看到北韩的法院 今天做了一个莫名其妙的宣判 宣判的四个人都不在现场 四个人都是此行 而且是随时随地执行此行 而这四个人竟然是南韩的记者 对 没错 朝鲜的这个法院 那么最近针对南韩的 东亚日报跟朝鲜日报的记者 跟社长共四个人判处死刑 最特殊的是四个人都不在北韩 北朝鲜 然后也不必出庭 然后不准上诉 然后随时随地都可以执行死刑 那么他为什么要这样做 原来是一本书惹的祸 这本书叫做朝鲜内部概况 那么朝鲜内部概况 事实上不是这四个人写的 事实上是两位英国的作者写的 你翻译成韩文以后 大家都看得到了 文字都看得到了 所以我怎么可能放过你 所以他就宣布追杀他们四个人 要把他们判死刑 可是瑞德 大家好奇是 你是南韩人 又不归你北韩管 那你怎么可能说 去判他们死刑 你以为说这是开玩笑是笑话吗 所以这四个朝鲜的记者跟社长 那他们就不会当作一回事 不 我相信这四个人 从此也有寝食南安 包括在南韩 包括在全世界旅行 都非常的小心 为什么呢 因为南韩 北朝鲜他们在执行 暗杀任务的事是毫不留情 他们真的会派杀手来干你的 你知道吗 1983年10月9号的时候 当时在缅甸的首都仰光 发生了一个重大的爆炸案 他们北朝鲜要暗杀的对象 竟然是南韩的总统全斗焕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时候 全斗焕在1983年的时候 他为了要争取1988年的汉城奥运 所以他做了一件事情 到全世界各地去访问 然后试图赢得大家的支持 所以当时10月9号 他选择了缅甸 那么到了缅甸以后 到仰光的这个所谓的 类似我们的忠烈陵墓 要去这个瞻仰 这个有关于缅甸国库 也就是汪山国库他的墓码 结果当时北朝鲜派了三个杀手 事先就在那个地方买了一个很大型的 规模非常大的一个炸弹 然后三个人呢 什么时候 这是一个遥控炸弹 所以这个遥控炸弹呢 只要听到广播 就是总统驾临的那个广播啊 外国人说总统驾临的时候 会有个号角广播 就按下去就把他给炸掉 就没想到全斗换命不该绝 为什么呢 当天全斗换女塞车 他晚了五分钟到现场 然后呢 不知道为什么 现场因为这个当时 负责吹号角的人呢 他误会 以为全斗换已经来了 他就吹了号角 结果北韩的杀手就按下去 砰就炸了 真的炸了 真的炸了 17个事先已经到现场 准备迎接他们总统全斗换的 17个韩国官员呢 全部被炸死在那个地方 所以北韩不是只有在马来西亚 杀了他的哥哥 北韩可以在很多地方 都敢做这种暗杀行动 对 他炸死了17个南韩的官员 还有包括4个缅甸的官员 然后呢 这件事情闹得不可开架 为什么呢 后来当时这个缅甸的军 因为现场有维安嘛 现场有这些特勤人员嘛 所以他们后来立刻追附近 有没有人逃跑 就当场就开疆 击毙了一个北韩的特工 另外抓了两个也是嫌犯 那么一个判处死刑 一个判处无期徒刑 无期徒刑的这一位 关了25年以后病死 所以你想想看 为了这个事情缅甸非常的生气 还宣布跟北韩断交 你要杀南韩你们国家民族的恩怨 你竟然杀到 杀到我缅甸来了 还装爆猎物 那更不要讲1996年10月1号的时候 当时你说他在这个 等于说缅甸这个下手 那至少缅甸不是全世界第一流的 数一数二的国家 1996年的时候 他的俄罗斯 在俄罗斯的这个眼皮底下 他都动手 为什么呢 俄罗斯的这海声威 事实上当时 有个叫做崔锦勤 崔锦勤是谁 是南韩的情报官兼外交官 那么他其实派驻在海声威 这个地方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的朝鲜 北朝鲜的这些相关的人员 在这个俄罗斯海声威 这个地方活动 所以他们或受雇 或者是进行一些情报工作等等 所以崔锦勤负责监督 负责打听他们相关的情报线索 结果被发现 崔锦勤竟然死在自己的公寓里面 然后当时验尸的时候 那么俄罗斯相关的官员 验尸官说 他是头部被撞击 被重物撞击 顿物撞击 所以因为这样是死掉的 可是事实上 他的解剖报告里面却显示 身体曾经有一个洞 这个洞大概是我们一般 铅笔比锡的两倍大 而这个洞代表什么呢 很抱歉 后来从崔锦勤身上的血液里面 验出一种毒 而这种毒就是北韩特工跟特种部队 专门所使用的毒 而这种毒通常就是装在钢笔 钢笔的手上 然后钢笔身上 然后假装用钢笔刺你的时候 就直接把毒打进去你的体内了 而且只要打进去以后 跟电影演的一样 对 所以虽然这件事情 俄罗斯可能基于面子跟外交的问题 他没有宣布是谁干的 北韩也否认 但是事实上南韩心知肚明 杀他的人就是北韩的特工 好 那事实上 这两年大家有一个非常热的话题就是 在台湾有一个最有钱的穷人 那叫孙道纯 他已经破产了 他付了一大笔债 可是他每天还可以吃喝个玩乐 还每天可以带他的嫩妻到处跑来跑去 买非常名贵的一个清品 可是我今天看到一个报纸 我吓掉了 是不是 他原来在十年的时间 他不是赔掉了几百亿 他是把几千亿给赔了 他怎么用能力把几千亿给赔了 而且更夸张的是 我们现在在整个台湾上线 话罪会兼当的蔡明忠 因此竟然以前都是他事害的 他才是带头大哥 没错 宝洁你知道吗 事实上如果时光回到十年前的话 孙道纯那时候掌控的泰电集团 市值高达两千亿 就没想到在十几年的时间 两千亿居然被他败到 几乎是下市的一个下场 两千亿没了 对 你知道吗 事实上还跟人家不剩唏嘴的是什么 如果孙道纯当初好好经营 整个泰电集团 很多人甚至说 搞不好如果他真像郭台铭一样的话 今天台湾的首富 搞不好就是孙道纯 还有首富的实力 为什么这样说 事实上我们现在台湾 我们现在知道 台湾第二大电信公司 台湾大哥大 保险你知道台湾大哥大是谁 原本是谁的公司 就是孙道纯的公司 台湾大哥大原本不叫台湾大哥大 原本叫做太平洋电信 那是因为后来孙道纯 原本要命名叫这个名字 后来是因为高雄人 已经有人注册了 然后那个人跟他说我要一役 孙道纯说不减 所以他的词也改名叫台湾大哥大 不然他原本名字叫太平洋电信 他原本只有20%以上 但是因为不断的卖 不断的卖不断的卖之后 最后被蔡明忠拿走了 蔡明忠拿走之后 保险你知道蔡明忠 现在他们富邦纪 为什么变成台湾首富 重点就是因为有台湾大哥大 这个金鸡母 每年赚200亿300亿这样赚进来 而且收现金 收现金 这变成是他一个大支柱 所以你看如果孙道纯 当初有台湾大哥大在手上的话 你看他还有多少钱 还不止这个保险 现在台湾最大的百货公司 收购百货 收购跟孙道纯有关 收购百货 他原本名字叫太平洋百货公司 太平洋百货公司 就是孙道纯他创的 真的假的 没有错 孙家创的 孙家创的 孙家创了之后 因为后来孙道纯去投资 一个一计划 一计划当时那个卫星电话 赔了50亿 赔了50亿怎么办 没办法 他就想说那我好 我把我手上收购了股票的股份 卖给另外一个太平洋的张家 所以原本孙道纯才是 收购最大股东 他因为一计划赔代头钱 把他卖给了这个张家 商家后 后来又被徐旭东给拿下来 所以你说孙道纯原来才是 台湾的第一公子 刚刚讲到的 台湾大哥大 台湾收购百货 甚至讲到的 但是殷琪不 甚至在捕捕 等于把所有的力量汇集起来的 也是孙道纯 没错 为什么是孙道纯 当初其实在蔡明宗 或是说殷琪他们这些人 他们一开始在2000年那时候 其实他们都像蔡佳 当时因为这个金融风暴的关系 他们一度遥遥欲罪 殷琪也是一样 当时他们也是营建股 也是遥遥欲罪 保险你知道谁救了他们一命吗 就是孙道纯的台湾大哥大 为什么这样说 当时孙道纯他就说 我要投资设立台湾大哥大 把这些小弟都找来 他们是他小弟 我投资20% 这个是大赚钱的好机会 他说你们来 我都分给你们赚 蔡明宗他们投资了15% 那引起他们投资了10% 所以你说孙道纯是对有钱大家赚 对 他就说他不像一般 很多人他就是我自己赚 但是孙道纯说这个是金金融 我让给大家赚 就保险这15%对他们 对蔡明宗来就多重要 是他们的救命钱 为什么 因为他这个台湾大哥大 每一年赚100多亿 而且他上市之后 股票飙了15倍 20倍 当时这笔现金 对蔡明宗他们家族来说 是多重要的一笔钱 对引起来说是多重要的一笔钱 这笔钱帮他们渡过了很多难关 所以他们都孙道纯 以后你要做什么 我都会听你的话 所以孙道纯后来 台湾大哥大之后 不是搞了台湾固王吗 蔡明宗跟引起 两个又来了 还不止这个 连那时候长龙集团 都要跟他们一起来 还有东元集团都一起来 所以你知道孙道纯 当时在台湾政经实力是这个 对 后来不是说要弄个台湾高铁吗 台湾高铁的话 表面上好像是阴起是主导者 但是不是 事实上最有权力 最有实力的就是孙道纯 孙道纯就说我们一样 我们在一起来 所以又蔡明宗又来了 引起又来了 东元又来了 长龙又来了 又是他们这些人 所以表面上是阴起 但背后的带头大哥是孙道纯 他们就说 好 我们要跟当时的刘太英拼高铁 刘太英 那时候刘太英可以说是国师级的人物 他们居然赢过了刘太英 所以你就知道说 其实在十几年前的时候 那时候孙道纯真的是不可一世 而且你知道 为什么孙道纯他们家会这么有钱 主要是因为他爸爸孙法明的关系 孙法明他是中国的电线电纜之父 在那时候还在抗战期间 他就在天津成立一个电线电纜 是中国人第一个 自制这个电线电纜出来 中国人 不是只有台湾 不是 中国人 那后来因为抗战失败 这个所谓国共内战之后 他就跟着蒋介石他们一起来到台湾 那蒋介石那时候 他们也不会做电线电纜 那找谁 只能够找孙法明 所以早年了 几乎台湾所有电线 全部都被他撕掉 所以就知道他多大的实力 那后来又开放了什么 他们家有建设公司 百货公司 为什么全部特殊他们都有 因为他们家几乎是跟党政高层 关系是太好了 他只是两岸知名的好看 有一次 我们讲 他1992年到大陆的时候 他那时候还跟邓小平的女儿 邓榮拍了照片 他拍了照片之后 你知道邓榮跟他说什么 孙权 我爸爸非常喜欢你的字 你可以提一个字送给我的父亲吗 这就是随保你的字 是 没错 你知道后来他在中国大陆 也是受到高规格的对待 当时的中国大陆国务院副总理 还有他们全国工商总会 全部都要接见孙法明 祖先还要找见 所以你说说他其实在两岸三地的话 都是非常有这个政商人脉关系的 那他怎么把这个权给赔掉 他后来几千亿 这重要一个关键人物就是胡鸿九 后来胡鸿九还在海外 设了很多这种所谓的 一层又一层的那种子公司 用这样的方法掏空了泰电 所以掏空了两百亿 所以因为这两百亿被掏空之后 泰电就陷入一个财务危机的这个状况 才两千亿都全部被他败掉 好 我们看到了 孙家真的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家族 今天孙道成把他爸爸 留给他的千亿资贷光了 贷光了以后 大家只知道说他的女儿有一个金龟婿 廖正汉有了微风的事业 但大家没想到说 微风如果跟他的姐姐相比的话 那只是小拇指那样的大小 没有想到他的姐姐孙盈盈嫁给李士凡 是台湾最大的军火商狮子 没错 事实上这个孙道成往来 真的都是非富鸡贵 那他的女儿嫁给这个李士凡 女儿第二次结婚 台湾最大的军火商 对 他爸爸是谁 他爸爸是李华德 李华德的话很多人 可能就知道他的名字 他叫瑞福集团 他们知道 保杰正他们在家 在台湾的话 他们是代理很多美国的这个军火商 他们代理哪些公司 通用动力 洛克希德马丁 这个都是他们的动力 还有雷神公司 都是他们全部代理 他们拿到最大比的就是F16 F16有3000亿台币 保杰正他们佣金到底可以赚多少 大家可以去想像 佣金之大 还有什么P3CE书 全部都是他们的 不用讲我们还有捷运系统 旁巴迪的捷运系统 都是他们代理的 所以你说我今天我跟美国 跟加拿大买东西 他们家都有份 保杰正他们家多有钱 曾经有记者去这个 林口跟桃园附近去拍 他说发现到一个山头里面的话 原本都觉得应该是不提眼的 这个没有荒废的地 又不是一看里面 居然有豪宅在里面 保杰正知道人家形容是怎样 中间不断有一栋 非常大的这个山庄别墅 外面也还有八栋 这个独立的这个木屋 八栋 八栋木屋 后来被他发现 原来是李华德他家 他家人 八栋木屋是要招待 给那些所谓的VIP VIP客户 你可以到我的这个独栋别墅 来度假 里面有游泳池 网球场 里面还有一个 还有马术 还有赛马场 赛马场 马术场 马术场 马术场里面的话 大概有20匹马 那20匹马 听说都是那种百万级的名马 而且人家说 李华德出入的时候 他出 他跟这个 我们总统的规格一样 一个车队出来 你根本不知道 他坐到哪一台车上面 所以他真的是 有钱到吊渣 你说他现在的大女儿 就嫁给李华德家族 对 听说他的身家 至少是数百亿台币以上 所以你就知道说 事实上孙道纯真的是 他们家往来的 真的是非富即贵 好 赛委 刚刚讲到了 孙道纯乘一诚 是台湾的第一公子 可是大家现在对他 最熟悉的 就是他的花边幸福 你这么有钱 几千亿居 孙道纯的女人们 孙道纯豪奢追女人的行径 真的是令人扎舌 好 当年 琼瑶的女星当中 有一个叫严宁的 非常非常漂亮 才拍到第二部戏的时候 正当红的时候 这个孙道纯开始追他了 孙道纯其实 其实那个时候 还有一段婚姻 跟何念慈的婚姻 好 追严宁的时候 用了什么样 豪奢的行径 你知道吗 当时他就租了个飞机 然后他都来到片场 他说今天严宁不拍戏了 我要带他走 我们要去玩了 要去香港玩 所以飞机都带出来了 好 人家片场的灯光 怎么演员都到位了 没关系 所有的赔场 我孙道纯负责 这样就把严宁给带走了 要赔很多钱 而且你是得罪琼瑶 这当时这片场的人都吓坏了 怎么有人可以敢这样子的做 好 严宁带走了 严宁就跟着孙道纯走了 去香港喝咖啡 接下来回来就不拍戏了 就帮他生了小孩 一个 两个 但是终究只是男女朋友关系 可是你知道吗 严宁跟他在一起之后 日子你知道过得好还是不好 虽然他给严宁住豪宅 东地式的豪宅 但是你知道吗 他监控他 他的所有的一切的东西他都是 监控严宁 对 严宁去哪里 具细迷移的都要跟他报告 甚至你知道吗 他给严宁的卡 严宁只要到一个地方一刷卡 孙道纯这边就会接到通知 严小姐现在在这边刷卡 几十万买什么东西 你在哪里刷了多少钱 对 好 因为孙道纯监控他太厉害了 甚至于他其实他 严宁这样说他在外面 好像还有别的女朋友 所以有一次严宁就 离家出走了 就不见了 孙道纯就通知所有的饭店 还有所有的百货公司 什么精品专柜的人员 只要有严小姐到这边来 立刻要通知我 你看 布下的天罗地网 果然严宁在刷一笔卡的时候 当时就有人 立刻通知孙道纯 几分钟之后 孙道纯就赶到这个现场 把严宁拎回家去了 你调查局很厉害 太厉害 布下天罗地网 拎回家之后 就被软禁起来了 因为他说 我怕你安全出问题 我怕你在外面 有什么样的人生会危险 那严宁后来也承认这件事情 就是说 他被拎回家之后 后来有一段时间 他是被锁在家里面 不能到处乱跑 锁在家里面 对 但是他对严宁也非常好 给他有数亿的股票 还有豪宅之类的 但是严宁 其实你知道吗 后来严宁就开始 又跟另外一个女人的战争 又开始了 你知道吗 又另外一个人跑出来了 对 后来跑出一个叫做 张琼玲的一个名媛 这是张琼之的姐姐 好 他这个时候 这个孙道纯跟张琼玲 开始打得火热的时候 严宁打电话给张琼玲 他就说 我现在就怀了第三胎了 你可不可以给我老公还给我 结果张琼玲就说 你呢 是不是管好你丈夫的两条腿 而不是来跟我嗆瞎这样子 所以这个两个女人吵啊吵啊 好 可是孙道纯的一颗信 已经跟张琼玲给跑了 张琼玲之后 他就这样 买了信义之心的房子 张琼 这个比豪宅 好 当然这个房子有多大 我家里猜 300平的房子 他跟张琼玲这个热恋的时候 还有那个时候 这是我朋友跟我讲 他说这个张琼玲要过生日 然后孙道纯就到处去找一个 非常珍惜的礼物 来送给张琼玲 他说这个 你去帮我找一个粉红钻 粉红钻很少 而且是要新型的粉红钻 好 这朋友到处找啊找啊 后来几个都不满意 找到一个 听说价值是上千万了 才让孙道纯满意去送给这个 这个家人张琼玲 一个戒指上千万 对 博得家人欢喜 他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 所以张琼玲呢 那个时候就是跟孙道纯在一起的时候 那个时候微风啊 这个过尾牙的时候 这个孙道纯还当了孙云云 还有所有的人面前介绍说 这个是我那人 介绍张琼玲说是我的那人 其实那时候他们并没有婚姻关系 可是他这样的介绍 张琼玲让人家认识 也就是说他对张琼玲的宠爱 他对张琼玲的温柔体贴 所以严玲那时候是心灰意冷的 来离开了孙道纯的身边 我们来看慈禧晚年他拍的所有的照片 旁边都是两名相同的女子 我们看到这张照片 这两个女孩子 这张照片这两个女孩子 这张照片这两个女孩子 市长你说这两个都是一对姐妹花 她们是德玲跟荣玲 另外我们看到的 她们竟然是什么 被称为是中国最后一代的贵族 不是吗 对 宝洁你看看慈禧他有留下 许多珍贵的照片 尤其是你看他六十大寿的时候 六十大寿你看他旁边站了几个人 前面这第一个是我们知道 光细的锦菲 锦菲 右边这一个 珍菲的姐姐 对 珍菲的姐姐 那这个是龙与光细的皇后 龙与皇后 那你看这两个这么贵重的身份的人 都要站在这旁边 最贴近慈禧的这两个很特别 一个叫德玲 一个叫龙临 德玲是龙临的妹妹差两岁 差两岁 为什么这两个女子 可以站在慈禧身边这么贴近 这一位 这一位老女人是谁 就是那个德玲跟龙临的妈妈 不是喔 对 她妈妈 你看她贴近慈禧贴得这么近 大 大朔之日 有这几个人站在她身边 那这两个号称婉亲的妻女子 这两个人 德玲跟龙临的父亲叫义庚 义庚是谁 清朝中晚期的时候派驻日本大使 派驻日本的大使 在日本待了三年 然后在法国又待了五年 法国公使待了五年 去的时候把她的两个女儿 德玲 龙临带到法国 所以英文通 华文通 日文也通 后来慈禧太后1900以后 跟外国公使夫人 见面所有的欢逸 其实是这两个女人 这两个人 所以他们影响慈禧很多的 那种所谓西方的思想 而且有看到的 他们两个到了晚年的时候 还是雍容华贵 他们两个在晚年的时候 被认为是中国最后的一代贵族 对 有人讲说 慈慕依旧是美人 形容是谁 龙临 说他慈慕美人 慈慕不就不漂亮 他是慈慕依旧是美人 比例这么大还这么有气質 对 他活到91岁 你知道这个龙临 他当时跟他父亲去法国的时候 才十几岁 去法国 他跟那个法国当时 一个很有名的一个舞蹈家 全世界都知名叫邓肯 邓肯 邓肯 邓肯他跟邓肯邪舞 那个邓肯 对 邓现代舞 邓芭蕾舞 全部都跟邓肯邪 邪到后来你知道 他在法国第三年来 第四年 就是演了舞台剧 舞台剧轰动一词 叫玫瑰与蝴蝶 他演的就是蝴蝶仙子 所以他有一个外号叫蝴蝶仙子 这就是他蝴蝶仙子的剧照 对 所以你看他气质非常优雅 有人说他的气质 比慈禧太后还好过100倍 那这样的一个女子 在慈禧太后身边 一直到你看 他到后来90几岁 80几岁的时候 他留下了一些照片 所以这是他90几岁的照片 对 非常优雅 这是他中年时候的照片 中晚年的时候一个 他音乐遭遇也非常高 不只舞蹈 你看他弹琵琶什么的 弹得都非常好 他舞蹈非常好 而且他把后来把西方的那种舞蹈 跟中国的剑舞融在一起 其实我们有一支影片 有一支留下了一支影片 是他在舞剑舞的时候 那种身材的曼妙 跟阿娜多姿 真的是有西方舞蹈的一个基础 这就是他 对 以前留下的一些 这就是隆寧 对隆寧 隆寧在剑舞的时候的一个影片 那人家隆寧他很可怜 是隆寧写了一个精光所记 其实也是 也是用英文写的 英文写好以后 后来再翻成中文 所以他们的英文比中文好 对 所以他们英文化文 日文的那个造语都非常好 所以慈禧说 慈禧如果早年更早一点 接触他们两个人 对 接触他们两个人 他整个西化的思想会不一不一样 当时的洋务运动可能就已经成功了 不要再后来后来所谓的危险 就让他不要这么讨厌外国人 对 所以这两个人在中国 那隆寧其实很可怜 隆寧 隆寧他因为他写了 清宫所记这本书 这本书 那后来你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他又是一个很刚烈很漂亮 但是一个很刚烈的人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受到斗争 说你写清宫所记 表示你对清宫很怀恋 斗争的时候一直羞辱他 而且你跳动舞蹈是西方资本主义 的思想 这种芭蕾舞 结果你知道隆寧后来是用那个 拿那个木棍 木棍把自己的腿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把自己跳舞可以吧 打断掉 自己打 自己的腿打断掉 对 所以他晚年不良于行 这样的一个老太太 长得这么清秀雍容 还会的老太太 竟然刚烈到拿棍子 把自己的腿给打断掉 对 那时候已经七十几岁了 文化大革命他七十几岁 拿棍子把自己的腿打断 其实慈禧是一个 真的是一个难搞的原因 要伺候慈禧不容易 我们知道研究慈禧还有一本书 叫《公女谈网路》 何隆尔写的 何隆尔他当时是 伺候慈禧将近十年 那两本书我今天有带来 何隆尔在写这本书 伺候慈禧的时候 你真的是实不知会 寝不安息的一个人 为什么 因为何隆尔 算是很伶俐的一个人 他从小进宫的时候 就那个所谓的妈妈里 就比较年纪大的公女 教导 教导 教导时候跟他讲一件事 他说你千万有三件事要记得 第一个睡觉 最难的是睡 睡觉的时候 公女睡觉你要伺候慈禧 你睡觉的时候 因为慈禧很机会 换冲 换冲 因为以前你记神 那你换冲 换冲 你女人睡觉的时候 不能仰躺 巴士大开那种 不能这样子 你一定要测睡 测睡的时候 你脚曲起来 你那个手不是我们一般测睡 手还会这样当枕头 手也不能放这边 因为放这边好像在擦眼泪 带衰 所以你睡觉的时候 知识你一定要 那睡觉的时候 你知识会变换 如果你说你知识 不晓得在睡眠中变换了 变成洋扛了 打20大阪 所以睡觉的时候 那第二个是吃饭 公女之后慈禧 你慈禧 因为他很怕那个味道 那个臭味道口气不好 所以你吃饭的时候 你知道 辛香的东西不能 葱 姜 蒜的东西不能吃 龙俄说他第一次听到他 吓到腿软跪在地上 那个老公女跟他讲说 你吃后慈禧最难的就是禁煙 禁煙 你要慈禁煙 对 禁煙 禁煙你如果烧衣不慎 那不是大阪的问题 那是祖宗三代全部灭门 灭门的一个三代 会不会太夸张了 这真的不夸张 我们就点个烟而已 祖宗三代都要陪进来 因为你说口气不好 我心跳你味道不好 我冷一下也就过了 那点烟不一样 点烟他会引起什么火灾 或者你要清朝 他不像现在我们那个打火机 即使打火机 我们有时候会打火 那个火星子会蹦出来 会蹦出来 那你想清朝的时候是打火石 打火石他很薄的一片 放在拇指跟石子这边一片 用一个火镰刀 一刷 一声火花出来 火花出来会有火星蹦出来 慈禧太后何等人物 你如果他穿了那个衣服 你那个火星子奔到他身上 把他烧破一个洞 祖宗三代请出来 对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那个火星子掉在地上 也不行 万一引起火灾 所以他们要练 练很久 他们说他练很久 练那个打火 要打量的时候 火星不能乱蹦 乱蹦 如果蹦出来什么 你手稍微移一下 去把火星子接起来 手烫伤没有关系 用手去接 所以最难的禁烟 第一个是点火 第二个你火点灶以后 以前有一种东西 他不是点在那个纸张上面 一直叫蒲笼 蒲笼 蒲笼是什么 是我们像芦苇草 芦苇草上面有一种 很细的那个毛 把它捏成一团 所以你那个火星 一亮的时候 那个蒲笼要靠过去 把它点灶 也在要功夫 你打火星那是一闪就灭 所以叫蒲笼点灶 因为蒲笼很细 所以很容易灶 一灶以后 他再用那个纸张 去把它黏成那个纸张 那个纸张也不能太湿 也不能太干 太干的烟会很重 太湿的会点不着 所以那个纸张在戳的时候 工尼都要学 学会戳这个纸张 戳成细细的一条 细细的一条 当这个蒲笼点火了以后 再把那火引到这个纸张 然后再引到烟里面 再引到这个水烟 水烟 那慈禧他不戳汉烟 他戳水烟 水烟在清朝的时候 他不叫水烟 因为水烟会像大水烟 烟到龙王庙 要水烟 那不好 所以他们叫青条 因为清朝的那个烟丝 他们吃的那个烟丝 是放在那个所谓的那个 青色的一个布包里面 所谓叫青条 磁溪胎后抽的是这个水烟 这个水烟 如果连底座 一直到这个管子 这个管子我们叫荷嘴 像荷的嘴 荷嘴 总共有40公分长 很长 那里面这边是装的那个水 装的水 保洁你是磁溪胎后 我是河隆后 我是工尼 我要距离你大概就是两个磁砖 一个磁砖大概57公分 两个磁砖的距离 我站在外面 然后磁溪眼神一看 知道要抽烟了 他就靠过去 加上这40公分的水烟距离 靠过去 你知道靠过去的时候 这边是荷嘴 尖尖的 吐到磁溪的嘴唇 打到嘴巴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非常练得非常精准 磁溪在那边眼神看一下 你递过去要精准 而且眼神不能看着磁溪地 你说就到我的嘴唇旁边了吗 对 而且我不能看着你 你的嘴巴在哪里 我递过去的时候 眼睛要向下 眼睛要向下看着磁溪的裙角 不能直视 不能直视 所以我要看着你的裙角 然后这样递 因为我宜光递过去 要很准地对紧磁溪的嘴巴 你还不能把它碰伤嘴唇什么的 所以他们很怕这种东西 磁溪嘴巴一张开 就要吸到烟了 对 所以磁溪很喜欢抽这种水烟 但是工尼认为地深最大的难事 就是抽这种水烟 四个人就分别一个拿烟袋的 一个打火的 对 打火的 所以四个人轮流伺候 那这种水烟你知道 这种水烟磁溪非常讲究 是这些工女跟太监 他们用这种水烟 这种烟丝从哪里来 中国最好的是在中国兰州 这种兰州的这种烟 这种烟业是用什么 他一千公斤 大概只能做成三十公斤的那个烟 那这个为什么 这个烟业他在兰州培养的时候 他不是用一般的施肥 他用什么 用童子尿 用童子尿去做肥料 去拿草 对 所以很难 一千公斤生产成三十斤 他用这样的烟丝 用这样的黑蜂蜜 然后加在这水烟袋里面 让工女四个去吃后磁溪 所以很多工女 其实在早期吃后磁溪的时候 他们说磁溪只有两种 一种是抽水烟的 你最难吃后 太监最难吃后的是什么 帮磁溪 梳头 对 但这两个人 你如果做得好 你在里面的那个位置 位置 那个一般来讲 磁溪的那个吃后 何龙鹅的这个工女 他们在出去的时候 跟一般工女不一样 一般工女 只把头发举起来 像做法机一样 不是 何龙鹅他们是还有这样 像格格郡主一样 这种版式 上面有时候还批一片黑沙 表示他的身份地位是非常高的 所以磁溪你要伺候得好 你龙华物贵 伺候不好 身家性命 祖宗三代都被请出来 现在在西班牙有一个庆典活动 就是奔球节 西班牙不是奔牛吗 现在没有 他们就做一种改良 用这种大球在街上滚来滚去 但还有危险 没错 在西班牙的马塔阿尔皮诺 有这个所谓的奔球节 我们现在看到那个奔 对 你有看到 有一个男的被撞到 对不对 那事实上 对 事实上在正常情况之下 你只要跑 只要逃或是推就好了 可是你要注意 合成素质所做成的这个球 你不要小看他这样 其实他有300公斤 他有300公斤 但是他因为他是一个球是圆的 所以只要你推一下 他就会往前走 看起来就很没有危险性这样 可是像这一位游客 他就非常的倒霉 为什么呢 因为他有一点背对着 然后他又没有注意 所以他一下子 他是不小心下去以后 你自己本身跌倒的速度 再加上你没有用手扶的 你跌倒那些刹那 没有用手扶的地上 把那个力道给卸掉 他等于是自己的头部 直接是撞击地球表面 那其实在真正的西班牙的奔牛节 的这个活动里面 充满了危险 我们都以为说 那个西班牙的奔牛节 他那个等于说牛 对 没有错 那你看 你仔细看 他用撑杆跳的方式 这样跳过去 甚至于直接用撑杆跳的方式 在耍这个牛 那其实他还可以直接用人这样过去 你知道他除了撑杆跳之外 我用跳的 就可以直接跳过这个牛声了 这也是一种斗牛方式 对 没有错 那这个有时候 有些民众可以直接进到场子里面 去斗这个牛丸 他们牛会这样 就像这样一样 牛就不爽了 所以你仔细看 其实这个民众 其实他还是有被牛给顶了一下 他在跳上去的一刹那 这只牛对你很不爽 很不爽以后 我就整个人 整个牛冲上去 然后就顶你这个人 所以这个牛是可以跳上看台的 那这两个一男一女 两个人 其实他们是要反对斗牛 他们认为斗牛这个行动太杀戮了 可是你没有想到 你要拯救了这个斗牛 他还是搞不清楚 到底谁是斗牛士 所以他看你不爽 一样用他牛角上的这个尖角 一样把你这个要救他的反保人士 一样把你顶得你自己本身 因为这样而重伤 而必须最后送医急救 今天我们最近 欢迎收看关键时刻的报告节 考古学者 在德国找到这样的象牙制品 而这是某马像的 上面有一些纹路 再仔细看 不得了了 他竟然跟猎户族有关 他竟然是代表天文跟星象 再往时间推 三万年前 三万年前 在德国这个地方 只有尼安德塔人 难道这是尼安德塔人做的吗 我们知道尼安德塔人 比人类聪明 我们知道尼安德塔人 比人类还要粗壮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看到 尼安德塔人 竟然也可以观察星象 而且可以把星象 这么精准的 磕在象牙上面 到底这中间 还有什么 我们不知道的故事呢 好 我们今天请到六位来 面对大方首席的 抗云大学副校长 马信明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位是文师工作者雷塞儒 大家好 第三位航太博士富仁多老师 大家好 第四位是自身媒体网像 大家好 第五位是网络广交租曲恒 各位大家好 好 第二位是自身的社医院丁学伟 各位大家好 好 社长 考古学者在德国 发现这两片的蒙马像的象牙 象牙上的雕刻 为什么从这个雕刻上 可以看出来说 它是一个天文观察图 而且三万年前所观察的 宝洁 这个象牙图片 这个等于是蒙马像的一个象牙 雕刻的一个图片 蒙马像的象牙 它其实在1979年发现 发现以后一直到最近 几年 几十年的时间 人类也没有办法破解 为什么它刻一个人形的一个图案 这是人形图案 人形的一个图案 对 它的反面 反面刻了86个刻痕 一点一点 86刻痕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刻 代表什么意义 没有人知道 那第一个我们先做碳14测定 考古东西出来 一定碳14先测定再做 先测多久以前 对 多久 一看 它是在哪里 在德国的多瑙河旁边 有一个叫阿克峡谷 阿克峡谷里面 一个山洞里面发掘的 一测定 三万两千五百年前 三万两千五百年前 那三万两千五百年前 在德国多瑙河这一代 只有一种人类 叫尼安德塔人 所以这是尼安德塔人做的 对 尼安德塔人做的东西 那尼安德塔人 为什么要磕这样的东西 代表什么意义 没有人知道 那早期你知道 我们所有以前早期在那种 所谓人种学的研究的时候 一直把尼安德塔人 有点丑化 或者污名化 说他们是一笨的 粗鲁的 对 粗鲁的 所以他被人类 后来制我们的祖先 制人灭绝了 但其实不是这样子 不是吗 现在越来越多的 一种科学证据 尼安德塔人是怎么样 尼安德塔人 有他一定的一个水准 有他一定智力的一个水平 这么厉害 对 因为他是我们的近亲 他其实也是很聪明的 是喔 对 所以很多政绩一直在推翻 尤其这一片出来 到后来这几年破解之后 才知道尼安德塔人 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 是他们懂得天文观察 好 那你不就磕幾个洞而已吗 这几个洞 凭什么这样说 他是天文观察 对 我先讲正面这一个 正面这一个人型的图案 他磕得很特别 是他双手举起来 双手举起来 双手举起来 后来 你知道包括天文学家 考古学家加入研究以后 才破解这个图案 这个图案其实是什么 他们早期观察 尼安德塔人观察的 那个所谓的猎户星座 这是猎户星座 猎户星座 这个是非常有名的画作 在十七世纪的时候 你知道十七世纪 一个天文学家 叫耶翰赫维 耶翰赫维他画的那个 那个所谓猎户星座 他画的图就是这样子 双手猎户星座 双手挤起来的 腰带在这边有三颗很亮的星 对 还有一把箭 这个图其实就是这一个 跟他非常类似 很类似 那为什么这还需要走这 你不能说很相近 你就变得 这太千巧不会了吧 对 第二个是 因为是第二个 所谓的八十六个科痕 八十六个科痕 对 八十六个科痕 后来也是一样 经过研究以后 为什么是八十六 你可以一百八十六九十五 随便一个数字 为什么要科八十六 就是刚好 随机不行吗 对 表示尼安德塔人 有非常精细的可以观察 因为你知道 在人类世界 我们在比伴球这边 观察猎户星座的时候 一脸里面有八十六天 观察猎户星座 那两颗星最亮的时候 就只有八十六天 八十六天 只有那八十六天 所以那是天数 天数 对 你只有在这八十六天的时候 去观察猎户星座 你才能掌握得最精准 最精细 这是一点 第二点 他这个不只是观察天文 他还代表人类医学的一种记录 人类医学 最早期的时候 三万两千年前 你以前能想像说 我们讲的遗笨的尼安德塔人 其实他不遗笨 为什么 他八十六 其实代表一个妇女怀孕 认诚的数字 认诚数字是怎么算 三百六十五天 减掉八十六 就是女人的认诚数字 认诚的一个天数 所以他这个八十六 代表两个含语 一个是医学的 一个是天文学的 所以从后面八十六 他是同一面 同一块 正反两面 从反面这个八十六 再来印证前面这个 跟这个猎物星座的图 很相近 再加上这八十六天的观察 他们相信证明了说 这个其实就是天文图 等于说尼安德塔人 在三万两千五百年前 他们其实已经晓得 所谓的猎物星座的一种观察 这个我们讲说埃及金字塔 四千古夫金字塔 懂猎物星座 苏美人懂猎物星座 中国人以前懂猎物星座 其实三万两千五百年前 对 尼安德塔人 已经观察到猎物星座 其实在医学上 他们还有一个 现在很超乎科学家的想象 什么东西 尤其那个自然月竿 也最近的自然月竿 也登了 登了你知道 在考古学上 发掘了这个以前 尼安德塔人的这个牙齿 对 在法国这边 发现尼安德塔人的牙齿 这是尼安德塔人的牙齿 对 那这个牙齿 后来把他这个牙齿拿出来 发掘他这个牙齿 其实有花眼的现象 花眼 牙齿这边可能以前曾经代表 有肿胀过 有肿胀过 那这个牙齿发炎 你必须要有什么 要有治疗 尼安德塔人 懂得治疗牙痛 懂得治疗牙痛 而且可以消炎症痛 他们为什么 他们在这个牙齿的干部 里面发掘了一种东西 一种很细细的一种粉末 一种粉末 那个叫什么 叫青霉素 青霉素 青霉素 我们现在一般人都会知道 它其实就是培林西林的一种 培林西林 培林西林 我们讲培林西林 它可以症痛消炎 所以以前 表示说尼安德塔人 他们知道所谓的草药 他知道什么草药 有青霉素 他们就懂得使用培林西林 所以在三万两千年 以前 至少是以前 他们已经 多久不知道 也许三十万 也许二十几万 他们就已经知道 用这种草药 里面含有青霉素 培林西林 来治疗牙痛 这么厉害 对 所以他们非常清楚 另外他们还会 会阻结一种东西 牙齿里面还会阻结一种 叫阳素的树皮 阳素的树皮 里面含有一种东西 叫水阳酸 水阳酸 那个治疗什么东西 治疗什么 治疗头痛 感冒 那个叫阿斯匹林 是 对 它里面用那种阳素的树皮 去做 去弄出来 所以说尼安德塔人 已经懂得怎么样治疗牙痛 怎么样治疗头痛了 对 所以他有一定的一个医学的一个知识 天文学的观察 医学的知识 其实他比我们想象的更厉害 你看这个是在3月8号 Nature的杂志所做的报道 今年3月8号 对 另外 另外我们在考古学上有发掘 在一个洞穴里面 也是一样 这个洞穴里面发掘的 你可以看很清楚 他这边有一根一根树起来的 有没有 这个东西其实是什么 是那个我们讲的石笋 中乳石 中乳石 这个石笋大概有400多只 有400多只 在这个洞穴里面 发掘尼安德塔人生存的地方 他用这个树枝 用这个石笋 石笋 排成这样一列一列一个圆圈 以下这边中间挖一个凹洞 直径大概4公尺到7公尺之大 那后来发掘说 这个到底是要做什么用 后来才发掘 他其实这个是有见过以前 所谓的我们的穹儒 那个生存基础的地方 他们用石笋 然后刻度 刻完了以后 把它架起来 可以上面搭个什么 那个茅草 帐篷之类 用这样的东西 盖成他们基础的一个地方 非常清楚的 他们懂得 基本的一个建筑 而且这个还不只 发现一个 发现至少这个洞里面 发现了两个 一个大 一个小 一个大 一个小 那问题还有一个点 好 那这个洞里面 你要盖建筑 火光哪里来 对 火光 后来在这个洞穴里面 又在这个墙壁上 这个墙壁上 有发掘这个洞 有没有 这个洞有大有小 那个规格差不多 很规律 人类规格 那发掘那个洞 他们在噪云的时候 已经懂得用噪云 是用火把插在那个岩壁上 岩壁上那个小洞 是喔 那大洞是什么 大洞是跟噪云更大 比如说这个洞 天堂很大 这个洞穴很大 用火把 他用堆 柴堆 堆在那个所谓的挖 在山壁上挖一个更大的洞 像我们现在的那个灯一样 他就用 放在那洞里面 用火柴 柴堆去烧 而且他不但是照明 他只要有火的话 野兽就不敢进来了 对 所以你知道当时在这个洞里面 就发现了一些那个火柴 烧完的那个碎屑 粉末 所以后来证明 他们其实懂得用火光 来改善他们的一个生活环境 所以他们是非常 懂得用火 对 懂得用火 那另外还有一个是他们的壁画 壁画你知道 在西班牙的卡斯蒂列洞穴 非常有名的 人类最早的一幅壁画 其实到目前为止 发现最早的壁画 也是尼安德塔人串作出来了 就是卡斯蒂列壁画这边 它是那个用噴画的方式 最早你知道 你说这个手印是尼安德塔人的手印 最早对 最早弄出来了 我们以前也讲过临下的壁画 讲过法国的一些壁画 都有手印 世界各国对 包括那个印尼爪哇那边 有这样红色手印的壁画 但最早四万多年前 就已经有 这个是四万两千年前 到四万八千年前左右 的一个山洞卡斯蒂列壁画 他已经尼安德塔人他懂了什么 他用矿石叫折石 折石 折石他去把它磨成粉末 磨成粉末放在那个芦苇管里面 然后把手贴在这个墙壁上 贴在墙壁上 然后就用芦苇管把这个粉末 用噴画的方式 他干嘛做这个动作 对 噴画 因为噴画的是最微妙微笑 不用画那个形状 还把手给留下来 对 把这个手印留下来 那为什么要把手印留下来 对 以前 以前可能认为手 是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工具 所以他把手印留下来 那最主要是里面还发觉一点 你看四万多年以后 他红色的还在上面 形状还在上面 他没有掉 没有红化 为什么 他上面其实凸了一层 那个薄薄的一个胶水 还有保护层 这个胶水其实是用树木 他树木把它皮割下来以后 要先用火烤 烤一烤以后 他那个汁液会慢慢流出来 那个汁液其实就是最早期 四万两千多年前 人类最早的一种胶水 他把那种胶水涂在这边墙壁上 那种胶水不会化掉 也不会像硬化 不会像树化剂一样 树化掉 四万多年前 他把这个原料 就整个结合在这上面 所以四万多年前卡斯蒂利洞穴 到现在为止 他保存得相当好 人类最早的批划 其实也是林安德塔人 好 那创下 刚刚讲到了 在德国多瑙和半径人 找到这样的一个蒙马像的象牙 象牙上 一边磕着人 一边磕着一些的这个洞 竟然是观察猎户座 观察天狼的心 那大家就要问了 原来林安德塔人 不是像我们想象这样的粗鲁 不是像这么愚笨 他们非常的聪明 他们非常的强壮 可是历史谜团就来了 那为什么会被智人消灭 那保际 为什么林安德塔人 会被智人给消灭 他们的体格 像萨摩尔亚人一样 是非常的好 他们的速度 像亚马尔这样闪电一样 比智人都快 他们的智商 1527星 他跑得比人类快 比我们人类的脑能量都大 但是他们最后败的 因为他们不懂得远距离攻击 远距离攻击 是 保际你看 现在有一个叫做弹弓王 那个就是当智人碰到 林安德塔人的第一个 最致命的武器 智人知道说 我近距离格斗 我必死无疑 所以他会在10米之外 保际他就拿着动物的筋 拉起来之后 对不对 动物的筋 因为智人的肩膀可以拉开 拉得很长之后 从过去的时候 就有这个技巧 他不但打得快 打得急 而且打得准 所以就像这弹弓王的表演一样 要拉一个筋 一拉开之后 石头一放出来 前面一打 前面五格的可乐罐 每一个都非常精准的 一颗一颗的 25秒之内打中五个 所以速度又快又准 然后距离又远 10公尺 你说这个在自然老鼠中 就会了 10公尺之外 所以李安德塔人 动作再什么的力大无穷 我根本让你靠近不了我 你说李安德塔人 不会用这种东西 他不会用 因为他们的肩膀 现在叫做投手肩 现在发现说 李安德塔人 他们修想像 有点像我们的50肩 是举不高 拉不开来的 你说他们其实跟西星一样 他们是不能举高 不能投射的 也不能这样拉开来的 所以智人 他竟然这个肩 是可以这样拉开来的 所以他第一个会想到说 我呢 让你没办法晋升攻击我 我就用这个弹弓 直接就打出去 后面他们想到说 我有更大的一个杀伤力 因为你战功打石头 总是比较小 所以他们后面懂得 用那棵草 植物 开始编成一个长袋子 而这袋子有一段是平的 然后保险他们就会拋石 你就做一个拋石机 一个拋石 他们就拋石就是 一颗石头剪下来 拋石 然后他们一旋转之后 对不对 然后旋转之后 他们已经很容易有能力 抓到整个切线的一个方向 一拋出去 石头就直接打出去 大概十几公尺到15公尺之内 他就可以直接地打过去了 你说我可以做一个投石器 我就这样甩 就甩 然后就也是非常地精准 因为他们其实那个字 怎么这么准 因为肩膀太灵活了 所以可以打得这么精准 而且慢慢智能还发现说 我只是打石头还不够 而且他们还为那个石头 是有特别挑的 上面的大小是刚好的 所以我出去的速度是够快的 然后上面一定有一些锐角 而这个锐角我打出去之后 不管我哪一面打到你 你身上都可以画出血口子来 比如我们之前听到的 大卫王队哥利亚他的投石 是用这样的投石机 丢出去的 他就是用一个绳子 用一个草 编了一个东西一转 一转的时候 他其实就掌握了 那个离心力的一个原理 然后在最终的石头 我一收 那个石头就直接打出去了 所以其实智能 开始用这样一个抛石的方式 又把那个里安德塔人 打到更远 你根本不能靠近我了 但是这后面还不够 后面保洁最重要的是 我们知道说现在的奥运 各种运动的三铁 三铁 三铁 不管是那个标枪 是 铁饼 铁饼 铅球 铅球都是一样 他们开始就会直接拿着石头丢 然后拿着石头丢 拿着铁饼甩 但是最后的最致命武器 就是标枪了 标枪当他们出来之后 就开始可以直接 让里安德塔人致命了 你说里安德塔人没有办法丢标枪 对 其实标枪开始的时候 我们看到说 在新十四季代的智能里面 就有很多那个矛头 那个枪头 后面就绑一个棍子 然后智能就有能力 远远的在二三十公尺 甚至四五十公尺内 直接的抛出去 抛出去 你看 保洁 你看现在非洲 还有很多人有这种能力 一标出去 非常的精准 而且大概都是五十公尺以上 保洁 这还有另外一个 人类会用大规模的裙架 大裙架 为什么呢 因为里安德塔人 他的整个发音跟人类是不一样 人类有个Fast P2的一个基因 跟鸟类很像 所以人类呢 语言开始变得非常丰富了 有母婴子婴 而且各种东西可以区别 而里安德塔人 只能发单音 嘎 啊 啊 所以只能吼叫一声 大啊 为什么就这样子一个简单的声音 可是智能呢 有这样子的母婴子婴 所以智能变得很爱沟通 然后很爱讲八卦 一天可以讲十个小时 都不会累 可是在这过程中 就形成了大家一个默契 所以里安德塔人发现说 他们最多呢 只有150个人的群组 可是智能 所以要打架只能找150个人 他们已经超越他们 能够沟通的一个极限了 可是智能一上去之后 保洁一千人五百人 是随便就沟通出来的 所以他们就变成说 在整个攻击的时候 就像我们看过他们大象一样 什么人就去埋伏 什么人就去诱敌 什么人在什么阶段里面 开始要攻击 全部都是透过这样一个 语言的方式 所以不断的沟通出来 所以变成是打群架 当你五百人对上一千人 而且我都有远近驴飞弹 就是抛石 毛的时候 里安德塔人又垮了 而最后这样的一个过去之后 只是推测吗 只是根据身体的记忆吗 没有想到 其实在2009年 真的一堆科学家 在法国一个 里安德智能的一个山洞里面 智能山洞里面 找到了很多 里安德塔人的下颌骨和头骨 然后发现他们身上都有磕痕 那磕痕 智能吃里安德塔人 对的 就发现说原来 而且那种刀的磕痕 都是智能的工具的一个磕痕 所以发现说原来最后 尼安德塔人败了 成为智能的盆周孙 好 那社长 刚刚讲到了 尼安德塔人会观察天象 但智能也可以 而现在对于智能 最早观察天象 一个最神秘到现在不可浅的 就是夏日大三角 而且刚才讲说尼安德塔人 人类世界的第一个星象图 猎物星座是他们观察出来了 其实在智能以前也曾经过 有人讲说智能最早的天文館 是在智能一万五千年前 就已经发明了 一万五千年有吃天文館 这个天文館在哪里 你很难想象 在华国我们讲 华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 世界上非常有名的一个壁画 山洞壁画 叫纳斯科壁画 纳斯科洞穴 纳斯科洞穴 他画了很多牛 很多马 我们还记得以前讲 说他那个马 像蒙古马一样会渲染的 渲染的很强壮 画得非常好 那只是艺术的一个造译 那艺术造译在智能一万五千年前 其实他们也懂得 所谓的天文观察 而且要更精细很多 怎么样精细 他不只是猎物座 你知道在这个纳斯科洞穴里面 也发现一个 这种所谓的天文图 这种天文图是什么 后来把它比对 是智能以前在一万五千年前 就已经观察出来了 而且画在这个洞穴的这个壁画上 叫夏季大三角 夏季大三角 对 夏季大三角非常清楚 这个是天晴座的一个智能星 这个是那个天鹰座的牛郎星 这个是那个天鹅座的天津寺 天津寺 那为什么要画夏季大三角 古人没事去画 你为什么不画其他的星座 画夏季大三角 它其实有一个最大最大好处 智能星面对的 通常它是一个东北方 东北方 牛郎星你如果把它颠倒过来 它正对的就是北极星 它是干什么用的 古人在观察这个时候 这个判别方向用了 判别方位用了 所以以前他懂得用天文观察 来判定方位 所以这一头牛 大家就想说就是画一头牛 可是你从这个头牛 用一个特别的线条 这样的一个方向 其实它隐含的就是夏季大三角 对所以你看智能在一万五千年前 他推翻了我们有时候读历史说 苏美人最早天文观察 最早的中国 埃及 西纳 其实一万五千年前 在考古政绩上 它已经显示智能祖先 已经在一万五千年前 已经懂得观察到夏季大三角 来作为方位判定 那第二个 其实在这个 那斯科洞穴的洞口这边 其实还有发现一个 为什么叫他天文馆 不是单一的 他还画了什么 我们讲卯素星 卯素星的七姐妹星 他也画出来 也是在那边 也画了七姐妹 对 那卯素星我们就很清楚 我们如果想到说 以前我们曾经讲过 那内部拉烟盘 德国内部拉烟盘 内部拉烟盘 你看卯素星 他不是有七个星星 七个星星 那七个星星 把卯素星跟太阳月亮的一个相对位置 可以算出什么 夏至冬至春分秋分的一种音作 所以等季节判定 他们早期在季节的那种观察上 其实已经用天文的毛素星 去把它对应出来了 对 就在拉斯科洞穴的一个洞口 所以智人在一万五千年前 其实比我们想像的 也更清楚 他更聪明 所以他们可以抓到了 春分秋分冬至夏至 这四个基本时间 对 还有方位的一种判定 用夏季大三角来弄 所以在拉斯科洞穴 现在讲的 他不只是一个人类史前壁画 他还是一个史前新土的一个所在地 好 那希平 现在中国大陆其实 不只中国大陆 连法国的砖家都跑道去看长城 看长城是什么呢 长城有个非常怪的就是 它有些砖都已经分化了 可是砖跟砖之间 却有一种特殊的物质 现在去看 你都分化了 中间的年酌劑竟然是糯米 而这个糯米 竟然千年不毁 对 长城 为什么千年不毁 不倒 不换 外国的建筑是觉得很奇怪 不只 还有 大家常常到中国去旅游嘛 为什么 唐宋时代的楼台亭歌 城墙小桥 通通都不会倒 为什么 为什么 好 现在外国人研究 因为有的房子说百年老屋 它可能会倒 现代建筑 一研究 发觉它有一个糯米泥浆 糯米泥浆 好 本来认为 古人最坚固的东西是山河土 山河土哪山河 连土 石灰 砂石 弄成山河 他们就发觉 糯米泥浆比山河土还稳固 而且比现代的水泥还坚固 水泥还粘得更高 现在科学家做了一个尝试 他们把那个配方 长层上挖下来的配方 搞清楚了 照长层的配方 做糯米泥浆 铺了之后 用现代水泥也同时铺 它比现代水泥还坚固 还滥用 还有一个 还防水 防水 对 好 那糯米泥浆一做下去之后 他们才发觉 还有一位 科学家没搞清楚 有一个不知名的化学物质 不晓得 到现在还不知道 到现在还不知道 就是说 这个古代糯米泥浆里面 有一个 你不知道化学物质 那是什么 不知道 那古代的人 2000多年前 老祖宗 他为什么知道 用糯米跟这些泥浆合在一起 可以这么坚固 这么耐用 又这么防水呢 我跟你讲 我只要讲到这个糯米泥浆 我最喜欢讲的是 江西无边市的白塔 白塔 各位知道 只要用糯米泥浆做的 一定是白的 你到长城去看 是 对 你到长城去看 长城是整个是白的 对 因为糯米弄出来之后 跟那个石灰啊 这些泥浆弄在 沙土弄在一起之后 它是白色的 好 各位看这白塔 这白塔 全部就是糯米铺上一层的 当年 这个白塔 不是这个颜色 好 那有个叫王正光的 这个富翁 他太太为了许愿 因为这是佛法无边嘛 是在无边市 他就弄了这个白色的 弄上去之后 我告诉你 有一个人 能够证实 他是糯米做的 谁 吴三桂 吴三桂 对 当年吴三桂 兵败李自成 他逃到这地方来 注意哦 这里是有很多水井的 他喝没问题 他肚子饿了 没办法吃 你要跟他说 这上面是糯米 他不相信 他拿刀割一点下来 他太饿了 真一真 真一真 还能吃啊 对 真熟了 这糯米还能吃 还能吃 好 吴三桂 把它吃了 这个 当然大家说是神话的 没关系 后来抗日战争的时候 在这里发生战争 有部队躲在那边 砰砰砰 整个上面打了三百多个洞 三百多个洞 一看 没有一个洞穿过去 这糯米多见 因为它糯米本身居然有一种 粘性 粘性跟弹性 所以那个子弹穿不透 穿不透 打了以后会有个洞 但那洞呢 居然若米第一个不然有粘性的 第二个它吸震 或者科学去证实 它吸震 把子弹吸起来 把子弹的那个震度给吸掉了 所以有三百多个弹孔 穿不下去 好 那除了这个之外 当年为什么进这个塔 你知道吗 原来这个村子 你看这是个村子 这地方会淹大水的 那就请了一个道士来看风水 道是说啊 这地方是绝命之地 你要在这里建个塔 下面一定要压一只乌龟 所以这个塔下面 有压乌龟 压了一只乌龟了 好 这只乌龟 一压下去建塔之后还没完 如果大家有机会去的话知道 它前面有个放生词 放生词就是龟头 然后那个倒是说 你这个下面一定要做成八卦型的 八卦就是龟背 龟头龟背 所以你去看也是个乌龟型 最终乌龟一压 真的就压在乌龟上面 所以它就开始不会淹水了 好 大家有空去无边市看一下 我告诉你最神的一件事情 还有更神的 在同志的时候 大火啪一下 这个无边市整个烧光了 旁边都烧掉了 所有的 是烧光 没有一个流 就大家去救火 救完以后撒住了 火烧完整个烧烂掉之后 只有这个白塔 没事 没事 在那边矗立的 所以就因为这个事情 一传回朝廷 光绪 第一件事情 重修无边市 所以现在大家看到这个无边市 是光绪重修的 那如果你到无边市 你会发现它很特殊的地方 它梁柱全部是红色的 但它有几个店 瓦是黄的 跟别的地方是不一样的 瓦怎么可以用黄的 为什么瓦 黄是贵族的 黄家的 因为当年八国联军 这乱的时候 慈禧带了光绪 躲这儿 逃的时候 就在那边去住了 他在那边住的时候 就说我们要住这里 瓦要换黄色的 所以你看到 你去那边玩 看到黄色瓦 就当年 慈禧跟光绪住过的地方 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 原来这么美丽的白塔 它居然是糯米做成的 好 那方老师 你之前谈过一个 非常神秘的故事 就是俄罗斯的军队 曾经碰到一个 幽浮军队 而这些俄罗斯的军队 竟然被瞬间石化了 瞬间变成石头 很多人想这有可能吗 你今天有更多的解密资料 好 宝洁 这个文件非常有意思 为什么这个文件非常有意思 CIA的机密资料 第一个 这是CIA的资料 CIA的资料 而且这个CIA的资料 如果说你是造假的 好 我们看看 这是美国的 英国的报纸登出来的 这英国报纸有两张 这个有时间 看到没有 这是2017年2月21号 俄罗斯 苏俄的士兵爆掉 被外星人造到 UF造了后爆掉 这个是declassified 解密的CIA report 然后细节就在这个 表示这个文件的可信性 非常的高 是 那么 23个士兵 变成石头 然后炸掉 因为他用那个zap zap的英文意思就是爆裂 爆开 那么这个文件呢 基本上呢 时间 这个上有个时间 我们看下一页 导宝你照一下 1993年 我圈在这个地方 1993年3月27号 从乌克兰来的资料 所以这个时间发生在 可能就在1993年3月份 或者2月份 哪一天我们不知道 因为俄罗斯把这个建党 建党了以后呢 苏尔解体 解体以后啊 CIA 这个资料就露出来 CIA 其实CIA 这也可能是报纸上的资料了 是俄文的 然后给它翻成英文 翻成英文以后 这个资料呢 有差不多 照着上面看 有250页 有250个page 这边有 有250个page 这250个page 里面有一个非常有意思 就是我现在要讲的这个case 这个就是说 在这个可能就是在1993年前的某一天 有一个俄罗斯的部队在地面上 那个时候它已经具备了地对空飞弹 沙母几次我们不晓得 地猫 然后这个UFO的运气也不好 飞得很低 他说 一个飞得很低的一个UFO 一个飞得很低的UFO 被这个地对空飞弹 看到没有 地对空飞弹 看到没有 地对空飞弹 打中了 打中了以后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呢 有很多像人形一样 有人形一样的 这个东西啊 就掉在地上了 有人形一样的 有五个人 有五个人 五个人形一样的东西 跑出来 那跑出来了以后呢 然后这个里面就有 因为这个飞弹营嘛 有二十几个四十个 四兵在边上看到 这个是口述 这四兵口述 四兵不会说谎吗 有二十三个在一边 另外两个在一个树荫下面 然后这个 这个出来的这五个外星人呢 一出来以后 马上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聚集在一起 聚集成一个团 然后突然 我把这个内容翻译了一下 我跟大家讲一下 他先变成一团光 光 五个人变成一团光 变成一团光 那个光慢慢慢慢收敛 变成一个球 然后这个球呢 发出呃的声音 有声音 然后这个球呢 马上散出一道白光 还是一个球啊 然后这个白光呢 就扩大 慢慢慢慢的变大 大概在这一段里面 大概在这一段里面 然后扩大 扩大了以后呢 突然像火球一样 一边闪光 一边啪 就像这样子 整个爆开来 爆开来的同时 那23个在路在外面 有两个在树荫下面 那23个士兵 瞬间 石化了 石化 同时爆裂 他用个字嘛 ZAP 用这个ZAP 然后爆裂了以后呢 那两个躲在树荫下的 这个士兵呢 全身发抖 事后把这整个的事情记录下来 所以才会有目击者 才会有目击者 就两个人嘛 因为25个嘛 23个已经变成石化 然后爆掉 另外两个人呢 躲在树后面 躲在树后面 因为他那个没有被光打 因为树遮住了嘛 然后23个人就全部完蛋了 然后这个事情 就列为一个很特殊的事件 然后这个事件呢 因为非常的怪异 所以他报纸上呢 就把这个事情登出来 然后我特别找到这份文件 这份文件 把这个事情 CIA详述了这个事情 然后这个莫斯科 因为他解体了嘛 所以除了这个情况以外 还有一次1990年3月21号 跟2003年9月7号 那2009年6月15号呢 网络上公布了一个 米格21追踪一个 超音速大概2到2.5马赫 一个原住体 然后我们有个影片 我们把这个影片呢 放给大家看一下 好 现在解密的一个俄罗斯 这个是米格21 这个时间 米格21飞机 这个可能是1990年3月21号 我这时间 因为它有好几段 就是1990年的 你看到没有 一个原住体在这个地方 然后他用照样枪 给他照他 然后他最后显示 那个马赫数 就这个东西 不是他的嘛 因为那个米格21速度 不是很快 大概1倍因数左右了 然后你看他的追踪这个 你看到没有 原住体一直在追踪 然后这里面秀出来 550节 560节 这还没有1马赫 然后他后面会跳马赫 1点几 2点几 还就越来越快了 还越来越快了 1马赫1.09 这个速度到了2.0以后 切掉以后 这个影片就没有了 所以表示说 在1990年代的时候 米格21追踪到用照相枪 看到对方的速度去测 已经超过2马赫 那个时候米格机还不到2马赫 然后他把那个影片上网post 这是2009post在网上的 所以对照来讲 所以俄罗斯 现代俄罗斯过去的这个苏尔 在很多没有解密的档案里面 就是刚刚讲的石头的很怪 再来就是我们看到的影片 所以表示说俄罗斯 苏尔跟美国所看到的UFO 有很多地方是不太一样的 尼文瓦斯克曾经发现好语说 他要做一个地下的超高速铁路 未来从洛杉矶到旧金山 只要30到50分钟 那下已经只是说 通话怎么可能做成 那现在释出了一段的 试验的这个验证 这个影片就证明说 他真的可以在轨道里面 在一个真空的状态里面 高速行进 对 宝杰 现在他做的最快的速度 我这边写得很清楚 350公里每小时 大概每一小时220英里 他应该到350公里了 对 已经到350了 他希望能做到多少速度呢 他希望能做到760mine per hour 也就是1220.84公里每小时 现在已经到350了 350这个速度大概有什么概念呢 我跟大家讲一下 一般我们开车 假如说80mine per hour 差不多120到125公里每小时 高速公路我们可以开到 开到这样 第二个呢 是我们所谓的高铁 高铁大概差不多300公里每小时 那这个我们台湾差不多 250到300了 那中国大陆有的时候 可以快到350 像我坐到华山去 武汉华山 那个有一段可以到达 什么330 然后呢 这个500呢 500那个mine per hour 就是将近飞机了 像如果用波音737来讲 大概每一小时 大概780公里每小时 然后他是760mine per hour 好几排的位置 那么这个系统呢 那他实际上坐舱是斜的 因为输得很快 他这样过来 所以他设计是这样子的 那么他的原理 我大概讲一下 这是很简单的示意图 就是宝洁你刚刚讲的 旧金山跟洛杉矶 那么如果我们开车 大概至少要开6个小时 知道了 他希望能在30到50分钟之间 能够跨越 就表示说 他每天可以通勤 他这一段如果做成功了 顺利的话呢 将来就可以做到纽约到华盛顿 就是这种短程的大都市 跟大都市间的距离 那么这一段的距离 现在他自己实验 大概1.4公里 他自己的公司左右 但是呢 他现在碰到的困难 如果你要超过 因为你要射长嘛 那可能牵涉到 路权的问题 路权的问题 所以他们现在还在商量 所以这边有几个示意图 1 2 3 第一个 他首先上电 上电 上电以后 注意到 保健你看 他有两根铁轨 一根是下铁轨 是positive rail 是正极 一根是上铁轨 是negative rail 负极 然后正负极 第一个电流通过以后 他就把正负极做个调整 然后一样他的 是磁浮列车 磁浮列车 levelation 那这种磁浮列车的结果 注意到这边有个电书 电书放在后段 然后他利用电磁场的原理 用这个来推 一推 马上就走了 保健你说那不是有主力吗 是 他给你抽真空 他抽完真空以后 所以没有封阻问题 所以他的封阻 他说降低空气的压力 让他能够所向之向 根本没有阻抗 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色 如果说这个没有动力 因为电书电没有的时候 他还可以滑翔100英里 100英里差不多160公里左右 所以可以滑翔160公里 所以说他的特色大概就这样 然后最高速度750mAh 但是他连一半目前还没有到 但是已经走在实验的前途上面 所以他们希望做成功以后高架 然后全都是用绿能 他这上面的能源 他是用太阳板来产生能源 太阳板有这么大的power 这个东西他其实他很聪明 他现在这套系统来悬赏全世界 优秀的大学的社团 所以他的名称叫做Hyperloop Competition Hyperloop我来竞争 这里面有两个竞争的对手 已经得奖出来了 第一个是莫尼黑大学 大概差不多300到320公里 每一达到了 但是他的缺点他不是磁服 他是用轮子 所以另外一个呢 那当然想一想得到 MIT了 Hyperloop 但是他呢 没有人 这个有人 但也是没有人的 但是他里面有人的位置 这个全都是设备 所以目前是 这两个有得奖 然后最高的奖呢 当然是他 因为他速度够了 只是不是用磁服 那MIT呢 是用磁服 那么这两个学校竞争完以后 他现在要成立一个公司 这公司就是叫做 Hyperloop Technology Corporation 已经开始营运 三年前就开始营运 那准备在最短的时间 达到这个 这个所谓的Tesla 所要的目的 所以大家刚刚看的影片 实验影片 就是大家测试的影片 那我现在放一段 你可以看住他 实际上他已经达到 磁服的特性 你可以看他 轮子就是飘起来的 就是整个离地的 浮起来了 对 好我们先看 Hyperloop 你可以看 他这个就是 看到没有 我们先来看 保健你看 是不是离地 是 离开这个轨道 上轨道下轨道 一个电输推 你看 这是不是离地 真的浮起来的 真的浮起来 我主要就是看 他已经测试到浮起来的特性 好我们来继续看 然后以这种特性 大概320左右 你看 现在弄完的时候 他轮子就掉下去了 对不对 他已经可以做到磁服了 对对 37秒38秒 然后呢 那这个就表示说 他跟这个shuttle 来讲的话 他已经具备了 这种超动力的 你看 Hyperloop 就是这是他公司 他公司自己 1.4公里 可以做这样 超过了对不起 他没有 要路权了 这就是他测试 里面的过程 所以他以后就干在路上 这个样子吗 好这个 这个是他们自己的 然后下面 我放一段 这个他们竞争的 这个就是在这个 这个要进 这个这个 这个Hyperloop 要进这个turnal 管子的中间 这在假设 他是在沙漠里面 走的情况 可以看到 他现在测试的过程中间 完全就是有一段 这个沙尔地阿拉伯 这表示他本身的速度 你看 我刚刚讲过了 这么快 比飞机还要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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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